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大家快速浏览一下中国及国际上的几个重点新闻 看看都发生了些什么新鲜事 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年轻一代的消费态度变化 在经济增长放缓和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 被称为细世代的年轻人开始展现出更加理性的消费新闻 他们追求物有所值 偏好预算购物平台和折扣交易 这种趋势被称为另色经济 同时中产阶级的消费和投资习惯也变得更加谨慎和保守 许多人对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缺乏信心 导致他们在消费上更加谨慎 接下来我们看看国际关系方面的动态 尽管对中国的批评在美国经常被认为是失之偏颇 但在贸易问题上 批评者却有他们的观点 一些美国前官员呼吁采取一种类似于罗纳德 里根时代对待中苏关系的方式来应对中国 认为北京试图通过对立立场消耗华盛顿的耐心 他们认为中国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盟友 并主张招募更广泛的联盟来对抗中国 最后我们看看一些国际新闻 从美国对于中企的限制 到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 再到特朗普的刑事审判 这些事件都在不同程度上 影响着全球政治经济的格局 每一件事都牵动着世界的关注 展现了在当今多变的国际环境中 各国如何在保护国家安全 维护经济利益和寻求法律正义之间 寻找平衡 好了 今天的中国简报就先聊到这里 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您对当前的一些热点 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下次见诺再见 在当今的全球经济背景下 中国的年轻一代 特别是被称为纪时代的15至29岁年龄群体 正在展现出一种更加理性的消费态度 Nickey Asia的报道指出 随住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日益严峻 这一代人开始对未来感到不确立 因而变得更加节俭 他们追求物有所值 这一趋势反映在预算购物平台 和提供折扣交易的服务上的兴起 这种被称为吝啬经济的现象 引起了中国官员的关注 他们担心消费减少将对经济 特别是餐饮业产生不利影响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呼吁中国鼓励消费 以吸收全球工业过剩产能 在Hotan Moorning Post的报道 进一步揭示了中国中产阶级 在消费和投资习惯上的谨慎和保守 根据金融和经济作家吴小波 进行的一项民调 超过43%的受访者 在2023年感受到他们的财富有所下降 这导致他们在消费上 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 此外46.1%的中产家庭 采取了更为保守的投资态度 更加重视财富的保全 而且有77.2%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没有计划购买房产 这一比例较2022分之55.8有所上升 点8有所上升 这些发现表明 中国消费者对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缺乏信心 这导致他们更加不愿意进行消费 在国际关系方面 South China Moorning Post的另一篇报道指出 尽管对中国的批评在美国经常被认为是失之偏颇 但在贸易问题上批评者却有他们的观点 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马修波廷格和美国代表迈克加拉格尔 呼吁采取一种类似于罗纳德里根时代对待中国的方式 他们认为北京试图通过采取相反立场或拒绝在国际冲突上采取行动 来使华盛顿精疲力尽 他们坚称中国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盟友 并认为拜登政府希望中国以考虑其他国家安全利益的方式 结束冲突的想法永远不会实现 作者们主张招募更广泛的联盟来对抗中国 但美国国务卿安东仪布林肯并不期望在北京的同僚们会被说服 从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 无论是在国内消费还是国际贸易上 中国都处于一个转折点 年轻一代的消费观念变化 中产阶级的谨慎态度 以及国际上对中国立场的重新评估 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和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 面对这些挑战 中国如何调整其策略 不仅对其国内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也将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 各种政策和事件的发展 都在为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带来深远的影响 从美国对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限制 到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 再到特朗普刑事审判的进展 每一件事都牵动住世界的关注 经济学人报道了一项 正在美国参议院审议的法案 这项名为BIOSCC-Ever E-Aka案 可能会阻止联邦政府购买 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医疗保健产品 LU-SHIAP-TECHU-SHI-BIOLOGICS-LUHAN-GI TECH等 该法案在众议院获得了两党的支持 立法者们担心美国的健康数据 可能落入中国首都 如果该法案通过 该法案通过对于依赖中国公司 进行研究和制造的 美国药企和生物技术初创公司 将产生重大影响 在另一方面 外交政策杂志分析了 尽管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 但能源市场仍然保持相对稳定的原因 伊朗在1月9日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大多无效 全球油价在袭击后的几天内略有下降 这表明市场对于进一步升级的担忧被夸大了 伊朗的攻击没有针对以色列的能源基础设施 而是由野门的胡塞姆庄向以色列发动攻击 而非红海航运 由于全球油市的变化 如美洲供应的增加 由是对地缘政治危机的反应已经变得更加淡定 尽管如此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 以及美国国会考虑对伊朗实施制裁 包括针对协助伊朗交易石油的中国银行的措施 仍有可能对由是造成地缘政治震动 在美国国内卢比比西所报道 特朗普的刑事审判已经开始 选择公正的陪审团成为一项艰难的任务 在一组潜在陪审团中有一半的人在开始时 就因为不能保持公正而被淘汰 剩下的被询问了多个问题 包括他们的新闻阅读和书籍阅读习惯 陪审团选择在项目开始 法官首先淘汰了那些表示无法保持公正的人 留下了大约34人 这场关于封口费的审判只是前总统面临的四起刑事案件之一 这些事件和政策的发展不仅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 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在处理全球性问题时的复杂性和挑战 从美国对中国生物技术的限制到伊朗与以色列的紧张局势 再到特朗普审判的进展 每一步都牵动住全球的全球的全球的注意力 展现了在当今多变的国际环境中 各国如何在保护国家安全 维护经济利益和寻求法律正义之间寻找平衡 在这个纷扰国断的世界里每一天都有着无数的声音与行动在呼吁变革 从英国的道路安全到格鲁吉亚的政治抗议 再到以色列对伊朗的紧张关系 这些事件虽然看似不相干 但都体现了人们对更安全更自由更和平生活的渴望 在英国一对四十年前失去儿子的父母向政府提出了他们的呼声 他们的儿子在一场车祸中不幸去世 这让他们深刻意识到新手司机可能带来的危险 据BBC报道 这对夫妇呼吁政府对新获得驾照的司机实施更严格的限制 他们并不是孤单的呼声 英国汽车协会也发起了一项驾驶宣言 提议引入一种毕业驾照制度 禁止新手司机在头六个月内搭载其他年轻人 政府数据显示 五分之一的年轻司机在通过测试的第一年内发生事故 每年有超过一千五百名年轻司机死亡或严重受伤 这一提议不仅是为了保护年轻人的生命 更是为了让所有道路使用者都能更安全 与此同时 在哥鲁吉亚的首都地比利斯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聚集在街头 反对一项被称为外国影响力的争议性法案 据BBC报道 批评者认为这项法案受到俄罗斯镇压意见法律的启发 要求接受超过20%外国资金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机构 注册为服务于外国势力的组织 这被看作是哥鲁吉亚政府试图压制批评声音的手段 同时也损害了国家加入欧盟的机会 这场抗议不仅是对政府透明度的要求 更是民众对自由和独立的坚定呼声 而在中东以色列的战争内阁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近期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的回忆 BBC报道称 尽管以色列没有透露是否已经做出决定 但其盟友已经敦促其保持克制 以色列军方首席参谋长表示 对这次攻击不会置之不已 但未具体说明行动计划或时间等 分析人士认为 以色列可能会选择执行有限的攻击 独网络攻击或打击基础设施 以发出明确信号护讨使用好 以发出明确信号投射避免引发伊朗的军事回应 这一行动背后的考量不仅是对及时威胁的回应 也是在复杂的国际关系网中寻求平衡和安全的努力 这三个看似不相关的事件 实际上都反映了人们对更好生活的共同追求 无论是在英国的道路上格鲁奇亚的街头 还是在以色列的战争内阁会议室 人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安排 安全自由和和平的需求 这些事件提醒我们 无论身处世界何处 我们共同的愿望都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从地球的政治格局到遥远火星的探索 各种消息令人目不暇起 最近前英国首相利兹特拉斯 列斯特拉斯 在川塞接受BBC采访时表达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观点 他希望唐纳德·特朗普创唐普达诺座 创唐能在下一次美国大选中胜出 特拉斯认为 在当前世界可能面临重大冲突的关键时刻 一个强大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他的这番话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人们对于特拉斯将世界安全与特朗普的领导直接联系起来的观点感到惊讶 与此同时 纽约时报《N Y Times》报道了一件震动美国政治舞台的大事 唐纳德·特朗普的审判已经开始 特朗普称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面临刑事审判的前组后 被控在任内为掩盖性丑闻而伪造商业记录 选陪审团的过程一波三折 超过一半的初选陪审员因无法保持中立而被淘汰 随住律师和检察官讨论预审动议 陪审团的选择可能需要两周或更长时间 而审判可能延续到六月 此外 特朗普在未来几个月还将面临其他三项指控 这一连串的法律挑战 无疑将对他的政治前途产生重大影响 从政治的风云变换转向宇宙的浩瀚乌银 BBC报道了一则关于NS的最新进展 NS正在寻求一个更经济更快捷的方案 来从火星返回岩石样本 目前的计划过于昂贵 需要的110亿美元经费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 而且样本直到2040年才能返回地球 时间过于漫长 NS希望在年底前找到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从火星带回岩石样本被视为行星探索的顶级优先事项 预计将彻底革新我们对早期太阳系历史 以及地球之外生命潜力的理解 这三则新闻从地球上的政治动荡到外太空的探索挑战 展示了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处于一个多世之秋 克拉斯对于特朗普的支持 特朗普面临的法律挑战 以及NS对火星探索计划的重新评估 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无论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宇宙深处 寻找平衡进步和新的可能性似乎是永恒的主题 在一个宁静的北约克郡社区 一个英勇的小女孩成为了她家人的救星 根据BBC的报道 六岁的奥利维亚·塔特森在家外玩耍时 看到家中屋顶升起了火焰 她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冲进燃烧的家中 唤醒了正在沙发上午睡的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兄弟姐妹 这家人最终安全逃出火灾 没有人受伤 奥利维亚的母亲对女儿的勇敢行为感到震惊 感到震惊但无比自豪 这个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以确定火灾的具体原因 而在国际政治的另一段 一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U.相关的报告 引起了广泛关注 据日经亚洲报道 这份由干了TO防御学院发布的报告指出 NTO可能会在涉及台湾的潜在冲突中被卷入 尤其是如果战斗波及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土 报告题为NTO与台湾突发事件 探讨了中国对台湾发动武装攻击 是否会触发北大西洋条约的第五条 该条款将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 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 报告指出 如果冲突仅限于台湾或第一岛链的直接附近 那么第五条不太可能被触发 然而如果冲突升级到中国对美国在下位移的军事设施 发动攻击的地步 则可能会调动第五条 尽管盟国的行动范围将相对有限 报告还探讨了在不同应急情况下 欧洲国家可能如何与美国合作 另一边西报道了一场在旧金山金门大桥上发生的 清巴勒斯坦抗议活动 周一者们封锁了金门大桥 抗议对袈裟的围困 他们举著呼吁结束围困的标语 导致了数小时的交通堵塞 这场行动展示了人们对国际事件的关注 和对和平的渴望 他们愿意采取行动来表达对远方发生事件的关切 这三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从一个小女孩的英勇行为 到国际政治的复杂局势 再到社会运动的力量 展示了人类面对挑战和危机时的多种反应 无论是在家庭国家还是国际层面 勇气责任和团结始终是克服困难 寻求和平的重要力量 这些故事不仅让我们见证了个体的力量 也让我们思考了作为全球社会的一份子 我们可以如何共同努力 面对挑战 寻求更加和平与公正的世界 谢谢您的收看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站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prefing 靠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